杰安香在2号凌晨发生了一起车祸意外 一名17岁的少年吴兆骑机车在朋友到超商买东西 当两人准备离开时疑似为了贪图方便 没有遵守两段式左转 不慎与一辆执行轿车相撞了 而强大的撞击让两人瞬间被抛飞在空中 转了好几圈后重衰落地 导致少年全身擦错伤 而他的朋友则是努内出血 送医急救后目前仍在昏迷中 深夜时刻的道路上一台双载机车准备转弯 下一秒悲剧发生 一辆轿车迎面开过来 两车正面撞击 机车骑士与后座乘客瞬间被抛飞 在空中转了好几圈后重衰落地 机车也在地上被磨出一道火光 向前滑行数公尺后才停下来 零件碎片掉满地轿车也无一幸免 这么一撞只剩骨架 车头凹陷几乎全毁 不用路上更留下一条长长的油渍 场面看起来出目惊心 车过地点在花莲县吉安乡 自立路与建国路口 2号凌晨1点30分 17岁的王姓男子无照骑机车 载着18岁卢姓男子 到附近的便利商店买东西 两人正要离开时 疑似为了谈吐方便 就趁着四下无车 没有遵守两段式左转 直接与一辆小客车 在路口处发生碰撞 造成王男全身多处差错伤 颅内出血昏迷中 送实际医院治疗 双方九车皆为零 机车骑士无照上路 载着朋友出门买东西 没有遵守交通规则 导致两人受伤送医 而轿车驾驶虽然没有明显外伤 但详细的肇事原因 及后续的责任归属 仍有待调查理清 请不吝点赞订阅